還有這個美聯社的一個報導 美國國務院4月9號又批准了一批 價值1.38億美元的一個緊急軍售 要賣的是一個這個霍克飛彈系統 注意是賣喔 那這個霍克導彈是怎樣 已經六十幾歲了 他可能比戰場上的很多士兵年紀都要大很多 是不是 是1960年代開始部署 然後烏克蘭官員也在抱怨 無人機目前戰場上的主力 美國無人機又貴又脆弱 又很難修 又貴又爛 然後烏克蘭所以選擇中國大陸的無人機 既便宜 然後又好用 而且也不缺料 寒冰怎麼看 其實美國一直都這樣 他表面上是所謂的援助 實際上他對烏克蘭大部分都是 他把它轉換成數字 比如600億美金 實際上那600億美金是給他們的軍火工業 其實是這樣 然後讓他去生產武器出來 那這中間牽涉到很多人 在中間拿回扣啊 轉手啊 各種各樣 實際上表面上是這樣 實際上是在 讓他們的軍火廠商賺大錢 會我良多的概念啊 那為什麼奧斯汀要特別把這個東西講出來呢 因為現在國會一直卡住不過 所以他現在是在 就是說這個錢其實不是直接給烏克蘭耶 是讓我們的工人有錢賺耶 讓我們的美國人有工作機會耶 他是要用這種東西去說服國會 然後希望這些民眾起來說 為了他們自己的工作權 為了他們的生計 然後去反應 向民意代表反應 可是說真的啦 這些錢 也不會流到這些美國人手上 是流到特定的那些美國人手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奧斯汀也不用騙了 那但是我覺得他講話很好笑在哪裡 他叫烏克蘭不要去攻擊俄羅斯的煉油設施 然後這會影響到全球能源市場 我就覺得奇怪 你美國不是正在對俄羅斯實施禁運嗎 你不是叫大家都不要買俄羅斯的石油嗎 所以美國自己心裡頭很清楚 大家都在買 所以如果俄羅斯的石油真的被禁掉了 沒有辦法運輸出來 那全球就完蛋了 所以他其實轉過頭來告訴你這件事耶 表示第一個 美國這兩年來 對俄羅斯的石油禁運制裁根本就是失敗 你完全沒有打到任何效果 全世界還是在依賴俄羅斯的石油 甚至講實在話 除了印度買俄羅斯的石油來賣給歐盟之外 你美國是不是也在幹同樣的事 也就是因為你美國也在幹 不然的話照理來說 你要禁運俄羅斯的石油 你美國應該增加你在美國的產量 美國自己本身也是產油大國 你應該增加自己的石油產量 來補足市場的空缺 可是奧斯汀才告訴你說 如果你去打俄羅斯的煉油廠 那完蛋 那我們就沒有石油可以提供 我們會照人那邊攻擊大亂 表示你美國也在趁這個機會 在中間賺錢嘛 不然的話你早就應該要求 你的廠商增產了 所以這中間環環相構 已經告訴我們很多 其實美國人平常 不願意講出來的東西 但現在美國奧斯汀急了 因為他急需要這筆錢 所以就把這些不能說的秘密講出來 但是我覺得這個1.38億的緊急軍售 這個就好笑了 你知道嗎 這1.38億到最後這個緊急軍售 他實際上是去各國收集零件 包括跟台灣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個就是我們的英式飛彈 那就是我們那個很老調的英式飛彈 去年 對啊 我們有那個相關的零件 所以美國現在他早就沒有這個零件了 他現在你要1.38億 他就是去全世界各國去採購這些零件 二手零件 這麼老的他是賣 賣給烏克蘭 當然賣 美國對烏克蘭幾乎所有東西都是計價的 烏克蘭將來如果真的有那麼一天贏了 他要還的 實際上就算不贏 我覺得最可能的結局 可能烏克蘭到最後被迫承認烏冬失去 然後接下來這些債 他還是要還的 是用烏克蘭境內的 可能礦泉啊 可能其他一些相關的土地啊 或是用其他的這些東西 那個慢慢要去還給美國 所以烏克蘭這個國家說真的以後慘 那至於美國無人機 其實美國無人機比 中國大陸的無人機差 我是說以商用啊 比較相對低階的無人機 這是全世界公認的啊 為什麼 因為兩個走的路本來就不一樣 美國厲害的是高階的無人機 什麼全球鷹啊 然後那種精密打擊啊 這些東西美國非常厲害 這個東西在最尖端 這一方面 中國大陸的無人機還是比不上美國的 可是如果以中低端來講 中國大陸光是一個性價比 就比你強多啊 對 因為我比你便宜很多啊 對 而且現在烏克蘭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他需要不是那種非常高端的那一種 那種美國也不會給他 那他現在需要的是 因為俄烏戰場是現在全世界 實驗無人機的大本營 大家需要的是那種單兵拿的 很便宜的 不是那他如果說用中國大陸無人機的話 那用美西方的邏輯來看 就是中國大陸支持烏克蘭不是嗎 是啊 就是自己人囉 所以不攻自破就是 他們不是一直在講說 你只要用中國大陸的東西 中國大陸都會把你的秘密取得 那以中國大陸跟俄羅斯這麼好 那烏克蘭不是所有的秘密都被俄羅斯看光光 結果不是人家烏克蘭照買中國大陸 但有沒有發現烏克蘭跟美國的局語越來越多 是啊 這是必然的 因為戰事順利的時候 大家都是好朋友 一不順的時候 互相就開始怪東怪西 這是很正常的 那美國提供的無人機本來就不適合他用 你看喔 俄羅斯自己也有製造無人機的能力 但他也沒有去製造 他現在大部分都跟伊朗買 為什麼 因為伊朗給他的東西是便宜以好用 他要的就是很簡單 隨時可以拋棄犧牲毀壞都沒關係 重點是價錢便宜 然後能夠執行簡單的任務就好 那這一種就是商用無人機的特色 那美國根本沒有這種東西啊 所以你不可能提供 其實照理來講最合理的狀況應該是什麼 美國提供給烏克蘭軍員 應該是拿去跟中國大陸採購無人機 理論上來講 這才是最符合烏克蘭戰場需求 但是美國沒有辦法這樣做 所以這就是整個戰場上最矛盾的 我讓張將軍補一下 這個奧德薩你怎麼看呢 一定守不住吧 奧德薩你看他現在北邊放在法爾科夫 南邊放在奧德薩 你看他這個是南北雙向進攻 那奧德薩最大是牽扯到烏克蘭的海岸線 如果奧德薩 克爾松沒有了 簡潔的是奧德薩 再這樣子的話 這個烏克蘭的幾乎的 他的造成場就在奧德薩 中華造成場的奧德薩 將來烏克蘭沒有海軍了 以後沒有重要港口 不用海軍了 沒有海啊 最後一個港口 本來那時候 馬利烏波爾也是海軍 也是個軍港 後來這個我們講的 赫爾松跟奧德薩 就是尼古拉耶夫造船場 就最大的黑海造船場 曾經做過九艘的航空母艦 就在尼古拉耶夫的黑海造船場 那現在奧德薩如果失去的話 那這樣的話以後烏克蘭不要有海軍了 烏克蘭變成內陸國家了 那內陸國家的話更慘 剛才韓兵已經講了 他這個各種東西抵押 國營世界抵押 土地抵押都抵押 然後人家還要還貸款怎麼辦 那現在的話 俄羅斯很清楚就要消滅烏克蘭的海軍 為什麼 因為俄羅斯的黑海艦隊 受到烏克蘭的無人機 還有他的導彈的攻擊 造成他重創 好 既然這個樣子他報復 沒收海岸線 就是南部指向的就是奧德薩 北部的話那當然是哈爾科夫 現在這個烏克蘭對俄羅斯的 煉油場在做攻擊 那俄羅斯只會打這個油 我們講的中空彈 油氣彈 對這個烏克蘭的無差異攻擊 包含軍隊 包含平民百姓 都會造成很大的戰損 那這樣的話換句話說 所以美國就講了 請烏克蘭不要去攻他的煉油場 倒不是因為石油油價的關係 而是會招致俄羅斯更大的包袱 是這個樣子 那這樣的話 美國看出來了 可能烏克蘭沒看出來 美國就算看出來又能怎樣 對 那現在剛剛講 你把重點放在軍事目標 你不要去打他煉油場 你放在軍事目標 打有聲戰力就可以了 不要去打民生設施 怎麼打還是要符合 這個美國的命運 對 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看已經打到現在第三年 已經整個教育員殘破了 還在賺錢嘛 對 那我們現在講那個 剛才韓濱講的 我們講的殷式飛彈 殷式飛彈在1970年的時候 我們是接勝利女神飛彈 勝利女神是長城飛彈 殷式飛彈它打40公里 是算中城的地對攻飛彈 它的特色在為什麼要給它這個 因為殷式飛彈的改良型的 命中率是0.85% 就是85% 它的命中率蠻高的 它雖然射程不遠 只有40公里嘛 就算是中城的防空飛彈 但是它準啊 它的最大的急速是2.4倍音速 還算是不錯 所以當初我們一直到2023年 去年我們才泰除 泰除減整完畢之後 轉手到烏克蘭去了 那剛剛還沒講的是 還剩下一些零件 零件還要 因為它除了這個飛彈之外 還有一些包括它的射控系統 那這個導控系統也要 也要是不是給 減整給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其他都用完了 現在最後面的話就是 它一直喬著要愛國者飛彈 愛國者飛彈太貴了 一枚飛彈一億台幣 怎麼可以能給你啊 那就把這些舊的先消耗吧 大家好 我是主播賴政凱 你知道膠原蛋白會隨著 軟骨的退化而減少嗎 掌握增強行動力的密碼 35歲就是個關鍵 你想要軟Q軟Q的 就要搞懂你的身體宇宙 雖然我常常寫錯字 所以我就要錯別字 但挑選保健品 倒是沒有錯過哦 一天兩包4DGio 專利膠原蛋白增強行動力 跟我一起上山下海跑新聞 實際研 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GO 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的原料進口 專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爾噸 小分子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屬 西藥檢驗SGS檢測 全都過關 品質把關有保障 成分單純零千佳 吃了超安心 無論你是引髮族 還是運動健身族群 都十分推薦 因為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從現在開始 90天的青春有感計畫 打造行動有感每一天 注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遊會喔